今天是3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們的Teamster工會是關於我們新的contract 是要不要接受 因為我們公司在上年10月 我們跟他的contract已經圓滿結束 但是他extend到這個月底 我們會來到這個Union Hall 就在這個Union Hall 去看一下我們的proportual是怎樣 公司給我們的 例如燕疏、假期等 所有福利 接受還是不接受會投票 是因為下個星期就會 如果不接受就會 Strike 我們會遊行罷工 對我來說 就有點麻煩 因為小孩子的BB 將會在兩個星期出生 因為如果沒有了 on strike 沒有這份工作就會 沒有了insurance 沒有了insurance 可能要買一些貴一點的insurance 來cover 可能一天 可能一個星期 可能幾個星期的 沒有工作去遊行 那時候 如果生日 比較上就麻煩一點 那我們 將會看一下 今天的投票 是 要不要那個contract 或者 再 看一下 有多少人願意接受這個contract 等一下再聊 我們在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那個 Teamster的union hall 再過多 十分鐘就會開 我就會進去 看一下我們今天 有多少人出席 還有 有多少人會贊成接受那個contract 還是不接受那個contract 嗯 嗯 我們再 等到 進去 投完票之後 再告訴大家 那個 結果 那現在 我們 已經是十點多了 那 我們來到 YUN HALL後面 這個泊車著 就是我們 拍了車的 看到有很多 同事都來了 開始上去 YUN HALL 投票了 那 看一下我們的結果 啊 還跟大家說 啊 在十二年前 我都試過 在這間公司的 啊 啊 Strike 啊 大約是 啊 三個禮拜左右 我們停 停工 在啊 公司門口那裡 遊行 那 都不是 很瘦的 啊 又冷又 嗯 因為那時候是 十月 十一月 那時候 On Strait 因為我們的合約 是十一月尾 啊 好像到期的 但是今年呢 就延伸了 去到啊 現在去到啊 這個三月 那啊 看一下我們去到這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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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有什麼結果 啊 啊 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Semember 歡迎來到Semember的頻道 Hello 我是Tony 歡迎來到我老婆的頻道 好了 那說回今天的續集了 那呢 事緣就是因為 本身已經拍了這段片 但是呢 突發事件 最近老公和我解釋 有些情況有變 所以呢 我又重新再拍過 但是詳細情況呢 我會交給我老公說 那我就寫一聲 要看我兒子 那我稍後回來呢 就再跟大家去說一下 其他的情況 好 老公你說一說 回最新的情況 究竟你的假期是怎樣 你的工資是怎樣 我們的福利 最後醫療有沒有包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那或者在未來的日子 我們又會怎樣 那我交給我老公說 那我會說一下 好,證實開始 其實是沒有什麼變的 是因為他拿了提案之後 接受了我們工會的提案 但是他的細節 他不可以馬上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 說到大家都認同 所以他們用了幾個星期的時間 back and forth 就是跟他們說什麼 工資或者現收 總括來說 他要到5月的月尾 那個新的合約才有效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如果是工會講合約 他只是告訴你 在4月1號至5月尾 我們這段時間正常來說 正常來說是 叫做合約的 但是因為他們 在談判之中 認同了不去 不去遊行抗議 是接納了我們的提案 但是這個Gray Area 這段時間 他仍然是用上年那個 工作的藍圖 即是說現收 其他東西全部都沒有變 交多少都沒有變 但是去到新工作正式 在5月的時候 如果我們加多了那些 叫做公職金 或者假期 給你多一兩天 就由那天開始 直到 之後才實行 所以這段時間 就算我 是 用著一個 假期來照顧我寶寶 即是 舊的合約 直到5月尾 才 新合約 認可 可惜 就不是可惜 這兩個月 我用完我的假期之後 可能 三個禮拜 或者四個禮拜 是叫做 No Pay 他不會給我 之後就看看他們 六月份 我還有三四個禮拜 放 看看會不會 因為新合約 會承認 就會給我 那四個禮拜 游回 80%的Pay 這段時間 都不知道 一定去到 可能6月1日 那張Pay Check 我才能看到 就是這樣 好了 我也想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 觀眾也有興趣 想知道 美國現時 是有沒有公職金 好像退休金 還是現在是公職金 是嗎 強積金 但是 我們叫做 英文呢 叫做Pension 我不知道英文 中文叫什麼 Pension 一件事 我去做 一件事 求一 兩年有 但我都是 我來的工會 他每三年 會講一次 新的合約 到三年之後 他有機會 拿走 又會 因為 市道不好 或者 其他公司 都把Pension 已經擱置了 很多人都不給 我都不給 你了 但現在 過了十幾年之後 我們有工會 拿出來 給我公司 說 人家退休 應該給Pension 那又保障 現在物價高漲 而且 現在退休年年 在外國 就越來越高 你不是六十五歲 就能退休 有很多人 會做多五年 到七十幾歲才退休 因為他覺得 那些錢的運用 很難去 遮蓋 沒有工作之後的 住屋 飲食住行 所以 Pension 這件事 是要 我們要 去爭取 今年爭取 不代表 三年 或者六年 或者九年 我不止是每三年一次 意思是短暫性 不是短暫性 它是 每三年 你 release a contract 公司有機會 說 市道不好 其他公司 都沒有給Pension 原來我們現在擱置它 好像我說 我十幾年前做的時候 是有Pension 一兩年之後 但之後 可能市道不好 它擱置了 但現在 開始之後 可能COVID-19 一兩年來的 叫做什麼 有些人又上不了工作 有些人沒有工作 變了 對於五年來的情況 是不明朗的 所以它可能 公會拿這個理由出來 哇 你看這兩年這麼慘 你不給Pension 我們 五年後退休那些人 怎樣 沒有錢 或者被人解僱 變了 這件事叫做 每三年 或者每次 講的新 contract 它是拿出來 取消 或者繼續延續 所以我不知道 但這三年 未來的三年 我們有這個Pension 是否所有美國都是這樣 還是你只知道自己的公司 我只知道自己的公司 因為我 不會知道別人的公司 但是 每件事都是別人的機構 裏面的利益 它不會登出來 除非是你想去 在私人的工作 問那個經理 你有什麼條件 我要做你的事 他會告訴你 我現所人 不用付錢 只付10元 去看一次醫生 就可以了 他會說出來 但你不去公司做的時候 你只會有朋友 或者唯有去申請那間公司 那個interview 這樣可以問到 如果在美國找工作的朋友 你記得要問一下你的公司 會不會有Pension 因為我最近才知道 美國是很視乎那間機構 有沒有Pension 因為香港現在 例如公務員這樣 已經取消了救濟 以我所知 他們是沒有了退休金 現在所有大公仔 都變成強積金 是供一份 自己又一份 即是公司供一份 5% 我們就供5% 有些公司都可能不同 很視乎你的公司的情況 大部份都是公司一半 我們自己一半 我不知道原來美國 好像我老公那樣 是連Pension都沒有了 就是變成強積金 好像變回香港那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經濟有關 所以如果大家要找工作 記得要問清楚 而且我也想問回我老公 我之前也有問過我老公 我相信大家都有興趣 如果五月份生效 五月尾或六月頭生效 我想問一下 之前你no pay leave的假期 沒有了薪金 有沒有得去拿回 不會的 因為他不會Retro 不會追回之後 他總是說 我在那天和你的公會簽新約 就由那天開始生效 嗯 所以這一個 都是對我們兩個來講 都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現在都五月中 都很 五月中 五月頭 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以為是我老公 可以放八成 即是放假 放八成人工 都不知道會不會突然發生 所以一直以來 我們都是 我這兩個星期 我老公都是靠吃老本的 但是都感恩 因為我們本身都有一定的 資金 存落 但是我們不期望 是這樣 這樣 我遲下有一集 都想分享 我們現在 新手爸媽 臭兒子的情況 究竟 對我來說 沒有陪月 或者是沒有人幫忙 沒有家人幫忙 是有幾大的困難 和貼戰 而我們又如何克服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就記得看 這樣 那 我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 關心 都關心我們兩個情況 因為 一直以來 特別是我 因為 我最近才知道 美國是市產家 老公是得很少 甚至乎 他們當是另一樣東西 那個叫什麼 那是假期 它不是市產家 我叫 Newborn baby live 你是有12個星期 你是可以拿的 是政府規定的 公司要給你的 但是12個星期內 如果你有五個星期 那你拿了五個星期 後那些 你就不賣 因為你用了你那年的 那年的 好 即是五個星期 是你本身自己有的 如果你有五個星期 我不知道 我只是講一下 例如五個星期 有可能兩個星期 沒有人知道 即使你自己知道 因為之前沒有用過 而且你的公司 每個公司不同 比你一年有幾個星期 那我 上次只剩下三個星期 那三個星期 那三個星期 就全部用完我的假期 之後呢 就是 所以 月尾的 四月 就開始 那個星期 是不賣 即是 它不會付錢 因為公司 因為公司 還不是 五個星期 還不是 五個星期 才開始 就是這樣 那你意思是 由你 開始知道 由你 開始 就要自己 儲定假期 然後就一次過 放完你自己的假期 之後呢 你可以繼續申請下去 拿假 但是呢 就變成了 是否這樣的意思呢 沒錯 因為 政府給你十月星期 是政府說 這間公司 要給你十月星期 但是有幾個星期 有幾個星期 是要 你有錢收入呢 政府不會干事 因為 政府只是叫你放假 但是呢 那個假期 有錢而沒有錢 政府說 這些是視乎 你和你的 僱主的 契約 或者是 它有沒有好像說 如果我們爭取到 有八十個percent pay 或者有些 的州 是它在你的 工資 或者你立的稅資 之內 是拿了 而你放呢 那時候呢 政府會給你 因為有五十幾個州 我們美國是很有趣的 五十幾個州 五十幾個州 都可以有 不同的 的 rule 所以呢 有幾個大州 我知道 California New Jersey 好像中部有一個州 三下州 它將你 平時 賺錢的人工 可能已經抽出了出來 到你有這些 假期 FMA要十二個星期 不做事的時候 它 你去申請 它會政府給你 因為你 證明到你這十二個星期 是 臭小子 是你應得的 假期 但是呢 好與不好呢 如果你一輩子都沒有生小子 那沒有用過的 那你一直都給了這些稅 根本上你是沒有用過的 所以 這些東西是沒有 沒有兩頭利的 意思是交稅也有關 不是我來這個州 我說有些州 你不用這麼 這麼敏感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 這個州 是有什麼利益 有什麼利益 那你去用 所以我不可以告訴你 這五十幾個州 在美國 你去柱哥州 你自己去搜尋 你自己去搜尋 上網 所以你不搜尋 你自己就吃掉了 那這也是個好提示 因為我們現在說的 就是我們現在崩州的情況 就不代表其他州份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樣 那這段時間 都很感謝我老公 這就留到下一個影片說 那如果大家對於 有關於美國工作的疑問 或者什麼 或者有興趣 我都歡迎大家 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我們都盡可能 拍多些 或者說多些 美國現在生活 或者工作的事情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是住在美國的朋友 也歡迎你們留言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讓我們都知道 其他地方又會發生什麼 又或者給其他 有興趣了解美國生活的 香港朋友 台灣朋友 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如果大家 都想繼續留意 我們這個短片的話 記得要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如果你覺得 我這個短片 認識了美國工作的事情 你都給個like我們 歡迎你們有share 給你的朋友知道 那我都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一路 臭仔 要照顧小朋友 要經營YouTube 一點都不簡單的 那今集時間 分享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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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